以马内利的家人早上好,平安 我们很高兴你可以参与我们主日的线上崇拜 我们决定本周在网上聚会是 希望与我国政府的遏制措施保持一致 并且为大家着想 巴斯汀即将会带给我们好好的信息 但在那之前我们有一些教会的报告 教会刚推出一个全新方式 让我们拿十一奉献或其他人线 我们可以透过银行的app扫描 或者QR码来奉献 祷告是我们的教会之主之一 虽然我们本周没有聚会 我们希望能够为大家带导 因此如果您有带导事项 可以扫描此QR码 将你的祷告事项发送给我们 以便我们可以与你一同祈祷 在Pastain的星期之前 这是教会新闻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感谢神 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并且在主日里面 今天是非常一个特别的形式 与大家见面 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一起聚会 都是上帝的恩典 我们现在要欢迎我们伊玛内利堂 我们的中文部 还有现在在巴弹岛的 还有我们丹琼巴都的弟兄姐妹 大家也平安他们也在线上观看 这一个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 我们感谢神这一段日子 我们要感谢弟兄姐妹 你们的爱心 还有你们的耐心 你们的祷告 真的我们是需要祷告 我们经历了这么多次的 这一个疫情的关系 使得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不懂怎么样做 甚至要做一个决定 我们也是很怕 但是我要谢谢大家 领袖们你们的耐心 你们的信心对教会的这个信任 直到我们今天走来 仍然还在面对疫情 但是我们不怕 我们有弟兄姐妹 同心合一 一起来对抗这疫情 我们相信我们能够胜过的 所以在去年里面 我们的教会主题叫做 毫无惧怕 我们不要去惧怕现在的光景 虽然每个人看到前面的光景 非常惧怕 但是我们相信 我们的神仍然在掌管 因着大家所有的祷告 我相信我们继续的信靠祂 我们必然胜过 我们也感谢神 我们在这一个星期里面 我们虽然关闭了 我们的这一个教会的 这个活动小组聚会 不是因着我们的惧怕 我们才关闭 因着我们要明睿圣灵的带领 神的带领 需要安静的时候 我们就安静 我们要安静 因为知道我们是神 神要我们安静 我们就安静 所以今天我们关闭 这个中文部 还有英文部 还有青少年部 整个教会 我们关闭起来 不聚会呢 因为我们真的是要等候神 学习等候神 那在上个星期一的时候 我们英文部 有这个祷告团 他们在带祷中 他们就领受到神的话语 他们领受到神的话语 是告诉他们怎么说呢 他说 中家已经成熟了 我们是否预备好去收割呢 现在就是收割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疫情 人心缓缓 我们是否在这个时候 将福音传出来呢 就好这个时候 我们做好自己的本分 去把福音传出来 好让那些在恐慌 在惧怕 面对这些没有盼望的日子里面的人 他们知道我们有一个盼望 还有我们的许多名长老 他也说过了 他在会讯里面 他也说了 我们现在目前的光景 我们活在很多的惧怕里面 他用了马太福音 十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 他说 我们不要去惧怕 那杀身体的不能够杀我们的灵魂 更重要的 我们要惧怕就是那位神 叫我们提起我们的信心 要知道他的旨意 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不要惧怕 现在的情形 我们能够就是讲耶稣基督 还有要对神有信心的 知道他在看顾我们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主任牧师 也有话向我们说 主任牧师也领受到神的话语 他从十个同理的身上 他学习到我们要怎么样谨慎 在这个时候 关键时候 我们怎么样合意起来 要准备好 我们里面所应该当行的路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讲到 十个同理的比喻 有十个同理 他们五个是聪明的 五个是宜着的 他们要等候新郎来 可是新郎还没有来 他们就开始打盾了 那五个里面没有油 五个里面已经装好油了 新郎来了 半夜新郎来了 那没有油的 就像有油的要油 所以那个有油的 他就告诉他 你自己去买吧 然后新郎就来了 在这个第十节里面 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第十节 他们去买油的时候 新郎来了 准备好了 同理就和他们一同 进去参加婚宴 门就关上了 第十一节 关键 后来起义的同理也来 说 主啊主啊 给我们开门吧 新郎却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不知道那日子和那时间 我们不知道那日子是什么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那时间是什么时候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现在我们看见了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瘟疫攻击了很多国家 从中国开始 现在蔓延到整个世界国家 整个局势我们都看见了 我们就是那五个聪明的同理 我们一定要有油 我们这个油 就是要把神给我们的话语传讲出来 我们这些有油 就要谨慎祷告 我们这些有油的 要知道我们现在的光景是如何 我们更要知道 虽然洪水泛滥 但是我们这一位神仍然坐这为王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神 他的心意要彰显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就是去传 把福音传出来 做一个随时准备好的同理 做一个随时进行祷告的同理 做一个随时预备好油的同理 那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学习到怎么样的更好的来仰望神 好让我们在这个时候 不是因为局势我们不敢走下去 因为神的同在我们走下去 我相信以玛内利弟兄姐妹 我们都能够胜过这一场瘟疫的 因为只要我们在我们的个人 我们准备好 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彼此间 彼此互相努力的继续再走下去 我们也从使徒行传保罗的身上 我们学到一个功课 保罗在这一个被审的时候 在使徒行传27章 他就讲到 当保罗坐船往意大利去受审的时候 他所遇到的很多的问题 许多的人不听保罗的话 在这个27章第一节 匪士都既然定规了 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 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 交给义营里的一个百夫长 名叫尤流 看到了 百罗被送到意大利 不是去旅游 他是去受审 在那里我们看到在船上遇到的一些问题 就一道风一道浪在第七节说 一年多日船行的慢 紧紧到哥尼堵的对面 因为被风拦阻就贴在克里特被风案 从撒摩尼对面行 我们沿岸行走 紧紧来到一个地方 叫做加奥里那地方不远的拉西亚城 到那里 因为他们遇到风浪 遇到这个节时的日期 进时的日期 行船又非常危险 所以保罗劝大家 他说第十节 他说中卫啊 我看到这次的行船 不但货物跟船要受损 大招破坏 连我们的生命也难保了 但百夫长信从长船的和船主 不信从保罗所说的话 他们只相信他们的经历 他们不相信保罗的话 保罗是属神的 他们不可以接受保罗所说的 因为保罗的身份是囚犯 是往意大利去审案的 不是在那个时候帮助他们的 他认为保罗这个人呢 是囚犯来的 不应该听保罗 所以这些人就拒绝他了 他不听保罗的话 我们就看到保罗所面对的问题 就是他们所面对的问题 船已经开始起了问题了 然后他们就看到这个情形的时候 他们拒绝了 十九节他说 到了第三天 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 为什么呢 因为看到风浪很大 十八节 因为看到风浪太大了 他们没有办法去承担 所以把货物全部丢下海去了 二十节 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 也没有看到太阳 也没有看到月亮了 又有暴风雨大浪吹逼 我们得救 只望都绝了 他们就看到他们自己本身 生命也是没有了 绝望了 也没有办法 怎么样再走下去了 但是呢 我们所学习到的功课 就是要在这个时候 我们真的是仰望神 到33节观点 我们看一看33节 天见亮的时候 保罗劝众人都吃饭 说你们学望人饿 不吃什么 已经十四天了 所以我劝你们吃饭 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 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 也不至于损坏 35节保罗说 他说了这句话 就拿起饼来 在众人的面前注谢神 掰开说 于是他们都放下心 也就吃了 从这个使徒行算27章 我们看到保罗 怎么样去带领这一帮人 怎么样去给他们仰望神 第一点我要讲的 神使谨慎的人顺服 保罗是一个谨慎的人 他给保罗看到光景不对了 要怎么样带领 那些人不相信他 27章10节 这一些人都不相信他 但百父长从长船的船主 不信从保罗所说的 他们以他们的经验 他们行船的经验 他们以他们过去 怎么样在海上的经验 他们不可以听保罗说 他们拒绝保罗所说的话 第二点我们要看到 神是我们的盼望 为什么当在20节 太阳跟星辰多日不显现的时候 又狂风暴雨的吹逼 他们得救的指望都没了 他们已经没有希望了 他们觉得已经是绝望了 在13节到20节我们看到 当人走到绝望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再走下去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 第三点神话语使人信靠 信靠神的话我们就有盼望 这些人他们没有吃了 整很多天 整14天已经没有吃了 他们已经忍耐不知什么 他们尽量去忍耐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去承担了 一道风一道浪 所以保罗在劝他们 34节他说 所以我劝你们吃饭 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 救他们的命的事 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 也不至于损坏 保罗告诉他们 你们真的要听我的 如果你再不听我们的话 我告诉你 我们连命都没有了 所以这些人开始做什么呢 开始的眼睛回转 往向保罗所说的 保罗就说了这句话 就拿着饼 在众人的面前注谢了神 掰开说 于是他们都放下心 也就是了 看到这个就是关键 放下心 他们放下 为什么他们能够放下心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仰望神就有盼望 如果他们不仰望神 他们就没有盼望 在当宗在船上 有276个人 你看276个人 我不晓得 多少个人已经信了主 多少人还没有信耶稣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只要没有信耶稣的人 来到神的面前 他们一定有盼望 只要他们信靠神 他们一定有盼望 大家可以说阿们吗 我相信坐在电视机 坐在视频前面的人 都说阿们 因为我们要效法保罗的信心 今天我们效法 使徒保罗的信心 因为他给我们看到 有盼望 所以那些人 放下他们的心 也就吃了了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面对我们怎么样的困境 面对我们怎么样的恐慌 面对我们怎么样的绝望 只要你放下心 将你自己交给耶稣 我相信这个是最大的盼望 保罗做了一个非常神圣的 一个纪念耶稣的行动 他就拿饼拍开了 祝谢了 他祝谢神 他向神感恩 无论面对什么事情 他感恩 他向神感恩 他拜饼 他祝谢了 拜饼祝谢 就是纪念我们这位耶稣 当我们高举这位耶稣 耶稣就与我们同在 所以当保罗拿起饼祝谢的时候 他们就吃了 那我们把耶稣 请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 将耶稣请到我们的工作里面来 环境里面来 我相信神一定与我们同在 在28章的30节 保罗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 住住住了两年 凡来见他的人 他全都接待了 放胆传讲神国的道 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 保罗的处身 保罗现在处在监牢里面 他都愿意去接待 每一位来探访他的人 每一位来找到人 他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 去告诉我们 教导他们 我们向保罗学习 他的信心 并且无论在怎么样的观景 自己在怎么样的一个观景里面 他都愿意去接待那些人来 并且他放胆传讲神的话 被圣灵充满 我们就放胆传讲神的话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不需要去惧怕 当我们开始传讲神的话 神的荣耀就在保罗的身上 神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 为什么呢 我们是高举神 我们不是高举人 当我们说我们自己恐惧的话 当我们说一些不能够有信心的话 我们不单单影响到别人 使到没有办法去遭救人 我们今天所讲的话 是上帝的话 我相信上帝的话 就要成就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今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 保罗效法的信心 今天我们学习另一个功课 就是十个同理当中的五个聪明的同理 我们随时准备好 随时警醒 在这种性冠状疫情时期里面 我们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把福音传出去了吗 如果你准备好 我相信你不会活在惧怕里面 你活在得胜里面 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的情形 神都与我们同在 因为我们的神叫做以马内利的神 相信以马内利的神的人 一定会说Amen 我们学习 我们要互相鼓励 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 不要停止聚会 不要怕 虽然现在教会关闭 不是因为我们惧怕 我们才关闭 因为我们要敏锐圣灵的带领 圣灵几时叫我们停 我们就停 就像以色列 几时 云祝火子叫我们停 叫我们走 我们就停 我们就走 我们敏锐圣灵的带领 我们相信 我们的生命 常与神同在 我们就不会偏行几路 在这里要鼓励大家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说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人 都要彼此劝民 既知道那日子临近了 就更当如此 我们知道日子已经临近了 我们更当要彼此相顾 相劝 彼此的合意的 继续的把福音传出来 我们不懂几时耶稣要来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光景 瘟疫到处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光景 很多人活在惧怕绝望里面 但是我们很感谢神 我们有一般爱上帝的弟兄姐妹 仍然持着这样的一个信念 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呼求神 一起同心合一的 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一起为主来发光 把福音传出去 更多人知道 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 最大的盼望 就是有这位主耶稣 想在这里 与大家一起祷告 让我们的信心加添起来 有些可能软弱 没有信心 但我在这里劝导 我们大家 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 我们要加强我们的信心 我们要加强我们警醒 直到我们时刻警醒 主耶稣 他any time回来了 你准备好了没有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 我们活在上帝 你的看顾里面 我们没有惧怕 主耶稣 我们相信 你是以马内力的神 你以我们同在 我们今天特别围着 所有国家 所有执政掌权的 所有这些医护人员 所有在前线 需要做准备 需要做决定的领袖们 祷告 祈求主 你帮助我们 有聪明 有智慧 怎么样更好的 来带领上帝 你所托福给我们的人 主啊 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 不是活在惧怕里面 在这个世代里面 活在上帝的爱里 让我们看到这世代 更需要的就是 耶稣你的爱 让我们更加知道 我们将来是有盼望的 这盼望是在于你 将来盼望 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主啊 我们能够与你同在 谢谢你耶稣基督 主啊 透过这些疫情 主啊 你叫我们不是更加的软弱 透过这个疫情 使到我们基督徒 更加的坚定信心 知道神 你必然给我们 一起同心合一的 建立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同心合一的祷告 谢谢你耶稣 让我们成为这世代 上帝里最重用的器皿 使到我们这些器皿 能够造就到人 荣耀到神 谢谢你耶稣 你听我们的祷告 祝福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 祝福我们在线上观看的 我们的华文部的 在以马内利堂 华文部的弟兄姐妹 还有我们丹中巴度 还有巴当的弟兄姐妹 祝福他们 让他们每个人都带着 刚强赚胆的心 一起同心合一乐 来祷告 使到我们能够将福音传讲出去 使到我们活在上帝的看顾跟旨意里面 没有惧怕 奉耶稣的名字 祝福我们大家 愿主耶稣你的恩惠 天赋你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 以常与我们同在 神的儿女一起说 阿们 上帝赐福 有福到切尽 耶稣说我 祝福到切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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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神九不足 拿出来的 益智都谢谢 比如说愿三快跟血 天涛的荣耀 现在我心 仿佛有天使 有天降临 报名主慈爱 名主怜悯 这是我信息 我的时刻 赞美我救助 周夜上河 这是我信息 我的时刻 赞美我救助 周夜上河 万全相聚主 万事安眠 荣耀的胜利 充满我心 是个仰望主 尽心灯火 满有主恩惠 满有自爱 这是我信息 这是我信息 我的时刻 我的时刻 赞美我救助 周夜上河 这是我信息 我的时刻 我的时刻 祝福 祝福 真是一篇激励人心的道 如果你想回应或更多了解关于耶稣 你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站或带导网与我们联络 再一次可以透过QR码奉献 谢谢你今天的参与 我们下周见